8月21号3050分左右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 汉原县赴泉镇中海村6组境内突发地带滑坡 官方通报称 经现场勘测该滑坡体整体呈长条形蛇状 滑坡体表面坡度约25度 宽约280米 斜长约880米 最大厚度约20至30米 滑坡破坏量约80万立方米 滑体总方量约500万立方米 属特大型滑坡地质灾害 现已紧急转移安置受灾民众940余人 滑坡已造成8栋房屋严重受损 9人被埋 经全力施救 截至21号20时 滑坡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 尚有2名失联人员还在搜寻 14时左右 中心设计者抵达中海村 在现场 冲进村里的土房已堆起 坐约5层楼高的土堆 土堆中 民宅的断壁残垣清晰可见 在垮塌处 石台挖掘机在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中 挥动机械臂快速作业 附近公路上 满载土石的重型卡车驶向远方 扬起路面尘土 通过无人机航拍 记者发现 滑坡发生处位于山体中高处 距山顶仍有一段距离 航拍画面显示 本次滑坡主要为山体表层脱落 但在山体表层仍有零星树木 山脚下一条公路被垮塌的滑坡体阻断 村民罗丽静的家与他方体仅一户之隔 回忆几凌晨的惊险一幕 他说到现在都后怕 没水槽 一直都没水槽 有症状很害怕 感觉就是 心里慌 要发生什么事情 感觉就是 电线 哄哄一声 就给你电 就主要电 那个光 我家对面在那儿电表 起了光就燃起来了 我就哈到了 当社长哈到了 又看到 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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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怕 怕 我的那个子女就是 救援那个 把虫儿股头保住出来 我们的行程下 还是有他们帮助 有所有人帮助 谢谢 感谢你们了 据了解 灾害发生后 中海村村民被转移到附近 几处安置点 16时 记者来到一所希望小学临时安置点 该安置点距中海村约1.1公里 据该安置点负责人介绍 这里共改造了6间有吊膳的教室 放置百余张折叠窗 并为灾民提供免费的盒饭 热水 药品 以及生活用品 安置点里 一些年纪较大的村民 躺在床上休息 而一同撤离的孩童 则在学校的树荫下追逐打闹 年纪六旬的罗汉平 在安置点登记入住后 就去安置点食堂领了盒饭 大口大口吃起来 他说 虽然房屋受损暂时回不去 但所幸亲人都还在 在安置点内能暂时解决眼前食宿困难 心里踏实了许多 现在吃醋 各方面的满意 现在 房屋没住宿房子上边嘛 全部滴用 滑坡地的 现在嘛 在这个干净的话 比较舒服 满意 据了解 此次消防救援人员 在凌晨四十十六分接警后 派出三车十六人 携带雷达探测仪 切割机等救援装备 在四十五十分 赶到现场开始施救 我们是四点五十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救了第一个人 随后呢 就是我们这样第二个点的时候 就是分兵分两路 进行对这个现场的一个 那种雷达探测仪 对它进行一个生命的 一个起身的探测 其实第二次来 我们就配合我们这个机械 进行挖掘搜救 所以现在大概整个的 就是说现在抢救的一个进度呢 它是达到这个 我们以前这个要求 今天晚上呢 还要继续进行输入 同时对现场进行一个勘测